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 我是GinPay 这条影片会解释下下季最大机会推出的英雄 Edge的前置故事漫画 这个漫画应该是直接跟星期一夜晚11点推出的边疆故事《商铃》故事 所以就算是对平常故事不太兴趣的也看一看 不然不知道新英雄故事又怎样配用它呢? 这个故事漫画是在官方Twitter放出的 有三部份都会在这里一次解释完 先要知道的背景就是Edge和Lillian是谁 就在Horizon之前的大概故事 Horizon的人物设计就是为了解决能源危机 跟Edge坐飞船去黑洞旁边找到能源物质 最后身为助手的Edge背叛了Horizon 将他丢去黑洞旁边自生自滅 在黑洞旁边重力越大时间流速越快 所以到天際线想出办法回家已经坐过了87年 他的宝贝仔Newton Summer被他丢下独自长大 成为了其中一个解决边疆能源危机的科学家 这个也是Horizon想加入APEX的原因 为了拿比赛奖金做研究资金 研究时间旅行想回到过去陪儿子长大 未来的Horizon留了一段片给过去的自己 令到他知道自己在未来真的成功回到过去保护着儿子 以上就是漫画之前Horizon的故事进度 而Lillian就是Horizon的一个非常信任的同事 也是Olympus这座城市的管友人 现在终于可以开始讲解的漫画了 第一部第一页的这里就是Horizon发梦 看到儿子在解构边疆那一刻被炸死 也看到Lillian跟他说Horizon从来都不是自己一个 只要把Lillian叫醒就会明白了 第二页睡醒了想起如果未来的自己 成功回到儿子的身边 应该会有人见到他和Newton一起的 最有机会的就是探路者 机下人见过的话都不会不记得 可惜探路者没见到 只能给他看一看之前录起过的片段 Horizon见到老年的Lillian想起自己梦中听到的东西 回想自己出发去黑洞之前把儿子交托给Lillian 同时也被蛇蝶女人Ash说服了给他做助手 让自己能够被人背叛 不过重点就是Horizon认为他在梦中听到的 你从不孤单代表Ash身体里的人格是Lillian 因为汉蒙公司找到Ash就是为了他脑中的Olympus进入马 根据Horizon所知进入马只有Lillian知道 Horizon知道亡灵是唯一成功找回自己真实意志的环影 所以去了找他 当然亡灵不想和他说话只是想杀人 第二部分开始是亡灵回想自己怎样醒 手上不怠慢拿出全交报想插死Horizon 不过他也不约用Q把亡灵顶在天花板 亡灵没什么做就顺便和Horizon说出自己怎样被人叫醒 想开大报仇Horizon已经走的路了 Horizon知道方法之后就找阿马士帮忙 相信是阿马士在破碎幽灵任务的时候 有用Hack六几刹的片段 所以将叫醒Ash之前听到那组号码给Horizon Horizon拿到马上去Olympus叫醒Ash 不过亡灵在他手上那么吃虧当然不想 想跟着Horizon去破坏他的希望 漫画最后一部就不知道为何只有黑白 Horizon成功找到Ash 继续以为他是Lillian 跟他说很对不起他被造成了幻影 不过在Ash的角度 幻影自我保护机制将幻影这个字何蟹成Pilot Ash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Horizon直接说出密码要令Ash的人格醒 亡灵出现想帮Ash解脱 一方面是因为Horizon令他吃虧了 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觉醒人格的幻影是多么可悲 不过Horizon继续说出觉醒密码 亡灵没有成功为Ash解脱 天然弄人Horizon叫醒了背叛自己令自己失去一切的兇手Ashley Reed 以上就是漫画的解读 基本上一会推出的边疆故事99%是Ash的起源故事 下轨英雄是Ash的机会也是这一刻升到最高 另一星期我会再推出边疆故事的解读 未来一两个星期都会有一堆APEX诱告片推出 我会为大家整合资料 所以还未订阅这个频道的话现在按下去了 上个星期APEX必抽奖的得奖者在我IG上公布了 这次EA继续赞助APEX必抽奖 方法在字顶留言 所以记得订阅和赞好影片 再去留言区赞好留言 先说到这里 多谢你们的收看 那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